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生与死 两千多年前 当释迦牟尼佛还住世的时候 有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年轻母亲叫乔达弥 她激进疯狂地四处求医问药 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指点给她起死回生的方法 让她的孩子可以重回世间 一天她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面前 佛陀慈悲柔和地对她说 我有一个方法 但前提是 你必须要到城里 向那些从来没有去世过人的家庭里 要回来一颗芥菜籽 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 只要是那个家庭从来没有人死过就行 结果可想而知 乔达弥这位年轻的母亲 好遍所有的家家户户 都找不到她想要的东西 芥菜籽很寻常 很容易便能够得到 但从来没有去世过人的家庭 这天底下却没有 佛陀的要求虽然没有办法办到 但这位母亲 乔达弥内心的痛苦 却减轻了不少 佛陀虽然没有直接告诉她 诸法无常的道理 也没有苛责她 希望儿子能够起死回生的愿望 是多么的愚蠢荒唐 佛陀告诉她 无常是宇宙间永远不会改变的规律 如果说有什么是不死的 那就是我们的这颗心吧 也就是真如本性 当我们的亲人离去时 我们的心被痛苦与悲伤所占据 我们以为只有自己才经历 面对死亡的别离与痛苦 其实这世间所有一切的众生 哪一个不是时刻面对着死亡 又有哪一个没有经历过 失去亲人的悲痛呢 当我们把自己的心门打开 把自己从悲痛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不再执着于我那已经过世了的亲人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亡 必将离开这个人世 唯有当我们了解到生命 必然会消逝 世间一切的存在 终有一天也必定会消散之后 我们将变得坦然 慈悲与谦卑 今年就要建满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没有学佛的佛习 没有能够送到亲爱的父亲 在这同样阴雨寒冷的天气 突然接到父亲猝视的消息 因为实在太突然了 所以一直想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个样子 脑筋一片空白 只能够一边狂哭 一边开车赶到医院 看着急救无效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尽管我再怎么不愿意承认 再怎么不愿意接受 我的父亲还是醒不过来了 当时事业正在高峰的佛习 深刻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无奈与无助 也因此罹患了忧郁症 命运的摆弄 让我完全失去了反应的能力 因为丧父的因缘 佛习接触了佛法 但直到听闻净土法门之后 佛习才恍然大悟 没有学佛的父亲 应该继续在六道轮回 只是我不知道 他会在哪里 除了自己每天念佛回向之外 也在每一次的法会中 写牌位超度父亲 甚至自己主法 为父亲和历代祖先 开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法庙里 然而佛习还有更究竟的 那就是我自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为阿弥陀经当中所说的阿皮拔志 也就是不退转的大菩萨 拥有了六神通之后 我就有了宿命通 天眼通和神族通 能够知道 除了我这一世以外 生生世世的父母亲 现在在何处 安排善知识 去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 学习佛法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以后大家都在西方净土再聚 成为阿弥陀佛的菩萨法卷 永远摆脱病魔的纠缠 与死神的追杀 普贤菩萨的谨重记说 世日已过 命意随俭 如少水于私有何乐 所以佛教徒认为 过生日庆生 其实是很颠倒的 因为有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 都会离开这个人世 只是你送我 或者是我送你 迟早的事情 最后 以达赖喇嘛的晨起原念 与大家分享 我是多么的幸运 可以再醒来 可以活着 可以拥有这样一个 狭买人生 我将不要浪费它 我要利用所有的能量 来发展内心 扩展到众生 为了一切友情 努力成为正等觉 我要用善良的心 面对他人 不要对别人生气 或有负面的想法 我要尽己所能 利用一切友情 如果你还是放不下 已经过世的亲人 那么就念佛吧 念南无阿弥陀佛 回向给他们 希望他能够蒙佛接吟 往生西方 以后我们相约 净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